夜行 信仙淳衣 如果我们的信仙深厚 信仙淳衣 社会的动乱没有了 地球上这些灾变也没有了 我们做不到像极乐世界那样的殊胜 我们如果能做大唐圣事 让全世界都能够想到大唐圣事之福 幸福美满的人生 我相信可以做得到 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求 在世界 宗教经典里面去求 像唐太宗这种方法 在经典里面 摄取它的精华 小段小段的 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些金句 就能团结宗教 就能化解 就能化解所有的 那些误会 那些冲突 那世界 确实可以回归到 后期 难定 繁荣 安定 肯定带来繁荣 带来人生美满幸福 三者呢 相续心 信心相续 不杂于念 我们这些年常常提到的 纯净纯善 纯净纯善 对自己的收益 太大了 你真做到 你就不会受外界的感染 你就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智慧 一般人不能受的 我们都能够受 而且非常欢喜 你比如说 别人毁谤你 别人侮辱你 陷害你 你会不会生气 那生气好像正常现象 学了佛不一样 不但不生气 感恩 他为什么感恩呢 他笑我业障啊 我这个业障 是过去的业障 现前业障 怎么笑掉 就这样笑掉的 我还供养他的牌位 天天就拜他 他替我笑业障 提升自己的德行 增长自己的智慧 怎么能不感恩呢 我怎么会怪他呢 你看佛给我们做外样 释迦摩尼佛没成佛 行菩萨道的时候 修人如波罗尼 遇到格力王 各界身体 那是奇齿大辱啊 冤枉 天大的冤枉啊 给他灵迟出死啊 佛不但不有一点晨慧 感谢他 告诉他 我将他成佛第一个度 释迦摩尼佛成佛了 第一个得度的 乔成如 乔成如就是 那个时代的格力王 说话说话 量大复大了 要包容啊 这不能包容 小心量的人 拿来的佛报 所以我们了解了个道理 我们自己亲身这样子做 所以智慧增长 代行也在增长 我们的利益太多了 我们才懂得了 才借取恐懵的四个字 人意中书 真能解决问题 不能太复杂 太复杂 人不能接受我 简简单单的 好 感谢观看